台北监狱里头有一名名姓受刑人 他想要参与明年的政府总统跟立委投票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 受刑人只是穿着求服的国民 因此裁定桃园市选委会在诉讼确定之前 应该要先在台北监狱里头设置投票所 让他能够参与投票 那么这一是台湾司法首件 获准受刑人在监狱当中能够投票的案例 但中选会认为有安全上的疑虑 现在已经依法提起抗告 2024总统大选倒数三个月 每一票都珍贵 过往狱中受刑人无法再监索投票 但明年总统大选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桃园市选委会 必须设立投票所 让受刑人行使投票权 本间并无权来做这一些决定 我们只能按照规定来办理配合办理 受刑人可以在监狱投票将成为全国首例 在台北监狱一名零姓受刑人 想要参与明年的政府总统跟立委投票 但被拒绝 因此提请行政诉讼申请定暂时状态 假处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在诉讼确定前 桃园市选委会应该要在台北监狱内 设置投票所 让受刑人投票 因为受刑人只是穿着球服的国民 在监禁期间 虽然被限制人身居住迁徙自由 但其他基本公民权利 还是受到宪法保障 但中选会认为 受刑人在投票时不能攜带借据 借护人员也无法跟着进去圈票处 是否会造成安全问题都必须考量 还有待上去之处 所以我们已经决定 要提起抗告 来寻求救济 现在还没有整个案件的确定 我们会等到确定以后 矫正署 跟所有的监索 才会做进一步的处理 除了风险问题 也有专家分析 毕竟监索受刑人 户籍来自不同地方 如果都要求比照办理 悬物工作恐怕会变得很复杂 而且全国境遇都会遇到同样问题 权战进入关键期 还有司法层面 待确定 记者为天干二地组合报道